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低虫 细菌 针菌这些感染 这种反复发作的搔痒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搔痒 因为这个部位的特殊性 很多患者有这个疾病 但是羞于其耻 所以有一些患者就是忍着 但是这种患者的这种搔痒 是以皱清业重为主 主要以业间为主 还有一些患者 他来就医 做妇科检查 没有跟大夫说他有什么不适 但是大夫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 会发现他的外因发生了 皮肤色素的减退 沾连 萎缩 然后这种患者 我们就高度警惕是发生这个疾病了 做了皮肤组织检查 有很多患者就是确诊为 外因营养不良了 有些患者是不明原因的 发生一些溃痒 就是他自己说 我没有什么不舒服 但是我外因上肿长溃痒 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发现 皮肤发白了 然后在这个溃疡周围 皮肤取活组织 发现是诊断这个疾病 还有一些患者直接就是 没有外因骚扰的症状 但是他说 我的外因就没有发育起来 但那其实是在他外因发育的过程中 可能就发生了这个疾病 发生了外因皮肤的萎缩 粘脸 所以这种患者 都要警惕这个疾病 还有一些就是外因上长了节节 这个也要排除外因营养不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